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任何一位哲学家的思想都够一学期开的 而我要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概括他们的思想 所以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说别的话 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老子跟孔子的哲学思想 我们的题目是孔子和老子 但是我先讲的顺序 我讲的顺序是先讲老子再讲孔子 我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后 放在后面 当然不是说老子不重要 这点当然就是说 我觉得老子和孔子揭示出中国哲学的两条基本的路径 这两条路径 一会儿我们再讲到后面的时候 我会做一个总结 这两条路径是还是有着根本不同的 虽然我们说中国文化 我们可以由两句话来概括 前一句话是于敦康先生的话 于敦康先生在讲授中国文化的主体的时候 于先生讲过 说中国文化就是如道互补的格局 如道互补这四个字 那么给于先生这个话做一个补充 我同时要讲另外一句话 就是孔老同源 或者叫孔老同根 一方面如道互补 一方面孔老同根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孔子跟老子的哲学 他在根本气质上是有相通之处的 他在文化跟思想的根基上 是有相同的来源的 他们看待世界的最根本的品格 最根本的目光 那个目光的品格 其实是有共通性的 而这个共通性 用我的话来概括 就是我们这个文明的根本的此事性格 我们这个文明是唯一一个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 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便有了光 这样的讲法在我们这个文明没有 我们是唯一一个没有创世神话的文明 我们是唯一一个成功的解决了上帝之死 这个问题的文明 我们三千年前 至少在三千年前 上帝之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真正的理性的 哲学的 和人本的 我们讲人本主义的目光 是在这 因为没有了上帝 对吧 十九世纪末 十九世纪下半夜 一个伟大的西方哲学家 此人叫尼采 这个在查拉图士图拉如此说 这本书里面 尼采宣称上帝死了 但没多久 尼采就死了 上帝还在 所以我个人觉得唯一西方哲学传统里面 最接近解决上帝之死问题的就是尼采 最终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再进一步的引申 我们这个文明 由于没有创世神话 由于上帝之死的问题的成功解决 所以我们这个文明是唯一一个 不讲彼岸的文明 没有彼岸 简单的说 就是这个文明 关注的一切 是此事之饱满 此事之渲满 所有的一切都不要这个来 说的更简洁一点 就是我们这个文明 用一句话来概括 就是别拿彼岸来反我 对吧 你拿那个虚构出来的天堂地狱 末日审判 这个东西 我们一概都不认 所以我们的哲学家 从来不讲这一套 我们的哲学家一概 是关注此事 别拿彼岸来反我 这是我们这个特点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一个根基性的 我认为根基性的根本性的品格在这 那么当然一方面我们讲 如道互补 另外一方面我们讲 孔老同根 虽然同根 又面对同样的时代 在面对同样的时代问题 我这几年常常讲一句话 我说 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 哲学是每个时代最庄严的守护 哲学一定要守护在那个价值根基处 当这个价值被动摇的时候 我们要起来捍卫它 这是哲学之高贵 这也是哲学之重要 因此哲学总是在面对时代问题的 哲学总是跟时代问题的价值危机的深化 是有直接关联的 它要针对这种问题 并且解决这样的问题 而孔子老子又生活在同一个时代 他们有共同的根基 有同样的时代问题 有同样要面对的价值危机 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路径 是不一样的 这点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关于老子 我们先进入到老子 我讲的老子的哲学 这个 我讲的是打书名号的老子 这点一定要注意 此后不加以说明了 我讲的是打书名号的老子 当我这么说的时候 实际上就在告诉你们 老子这个人跟老子这本书之间的关系 不能直接化等号 你不能直接说 老子这个人写了老子这本书 老子这本书里完整的包含了老子的思想 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但你说老子这本书跟老子这个人无关 这种说法大概也不能成立 所以它的复杂性就在这 那么由于老子这个人的资料 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大能够看得到了 真正我们确定无疑是老子写的东西 这个已经看不得到了 而我们看到的老子 基本上应该是老子的后学所做 而且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一个累计完成的过程 不是一次性完成的 那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已经没有办法讲老子这个人的思想 我们要讲一定是讲老子这本书的思想 那么关于老子这本书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座的同学都知道 老子这本书又名道德经 而老子被称为道德经的原因非常简单 是源自于老子这本书的结构 老子五千字分八十一章 八十一章分上下 其中第一章到第三十七章是老子的上篇 第三十八章到第八十一章是老子的下篇 第一章第一句话 这个第一章一会儿我还会谈到 因为这第一章对于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很重要 就是通行本第一章 你对我说的通行本第一章 老子通行本第一章 第一句话道可道非常道 所以选取这句话的第一个名词 所以老子上篇叫道经 下篇第一章 也就是老子第三十八章的第一句话 上得不得是以有得 所以选取老子下篇第一句话的第一个名词 德字 所以老子下篇叫德经 道经加德经 因此老子被称为道德经 但是你注意 道德经只是通行本能称道德经 并不是所有的老子版本都能称作道德经 1973年长沙马蒙队挖掘出了一个汉木 这个汉木是在中国思想界来说 我个人认为是后半个世纪 上个世纪的后半个世纪 最重要的考古挖掘 因为里面挖掘出了一大批的博书 写在捐博上的古代的典籍 而其中对于中国哲学史来说 这门学科来说 中国思想史这门学科来说 特别重要特别关键的是 两面里面挖出了两种老子的完整本 分别是马王堆博书甲本 和马王堆博书一本 这个是 这个博书本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老子 这本书的思想的时候 一定要用到的 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 那么甲本年代非常早 可惜是在捐博上 我们常常在想 如果这要是逐简 那就能保存的比较完整 写在捐博上的呢 这个捐博埋在地下两千年之后 这个一挖出来 遇到空气就养滑了 就很多 就非常遗憾 很多这个老子甲本 很多完整的句子 这完整的句子都惨了 当然好在字还能查得清楚 很了不起 这都很伟大 就是老子甲本 这句话有几个字 只要你能查得清楚 这对我们研究老子都是有帮助的 这就非常非常珍贵 老子甲本为什么如此珍贵 因为他年代太早了 他不必留邦的会 里面的邦就写作邦 没有改成国 说明一定是汉以前的抄本 以本也很好 必留邦的会 不必留恒的会 也就是说高祖到文帝之间的 这样一个抄本 在这个时间的抄本 好在以本保存的还比较完整 马王堆甲以本 一出来对老子的整个理解 那是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影响的 其中有一个特别关键的影响 就是以后老子这本书 你还不能简单的说 老子就叫道德经 因为马王堆本 老子的第一章是老子的第38章 也就是说他得经在前 道经在后 所以这书你要真是叫起这来 只能叫得道经 不能叫道德经 我是特别推荐就是 所有喜欢老子的人都应该去买一本书 我们这个北大中文系的老前辈 高明先生写的一本书 叫博书老子教著 我书包里就放着一本 这个一般有几种书 我是到哪都带着的 因为我一般是脑子里会想这些文本 有的时候偶尔想不清楚的书 就拿出来翻一翻 翻一翻 然后又记起来了 所以回过头来看啊 这个马王堆这个博书老子教著这本书非常好 我为什么提这本书 就是我希望你们把通行本的老子 和博书本的老子对着读 你按照道德经的读法 还是按照德道经的读法 你读出来的会是两个老子 会是两个老子 因为你对老子的关键词的理解会发生变化 这是关键 就老子这个书里面特别大的一个问题 老子到底在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你要想知道老子到底要关注什么样的问题 你必须弄清楚老子最核心概念是什么 一般我们找核心概念 有几个方面 第一高频词汇 就高频率出现的词汇 对吧 老子里面高频率出现的词汇很多 直接我们就知道 想都不用想 我们都能想到一个词 道 这个道字肯定很多 对不对 道是不是关键词 你说它不是关键词 我估计不少人得跟你急 但是你说道是关键词 那请问德也那么多 德是不是关键词 你说道和德都是关键词 那无还那么多 无是不是关键词 还有那么多玄字 玄是不是关键词 而且人家不光讲一重玄 还在讲两重玄 那叫玄之右玄 对吧 玄字是不是 是啊 对吧 一是不是关键词 大是不是关键词 那老子好像一组的关键词 而且这些关键词 你在阅读老子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他们之间模模糊糊糊的 都有些关联 那么到底哪个是关键词 你反复按照道德经的顺序读 恐怕你一直找不到 因为有一个隐含着的 容易被忽略的 被人们认为不是那么重要的词 不触目 你看过就忘了 虽然你迟不迟的就看到 这个关键词是什么字 是这个字 用 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哲学里 可太重要 可太重要 有很多哲学家 你离开这个用字 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解读 年轻的时候读王碧 这个中国古代 有一些哲学家的名字 起码得记住吧 王碧 魏晋时期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魏晋时期一共 我认为就俩哲学家 两个半 2.75 王碧 郭相 外加鸡康 鸡康算四分之三个哲学家 因为没有真正的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虽然思想极为深刻 但是没有真正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 但王碧不一样 所以王碧 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哲学史上了不起的罕见的哲学天才 23岁就去世 所以你就知道他有多么的了不起 所以我这些年一直讲 我说哲学家有些年龄特别注意 23岁要注意 你要是个天才 一定要熬过23 熬过23 第二个年龄危险 42 所以我周岁41那年我特紧张 我就老紧张 我说万一我活不过今年 我还有好多写作任务没完成呢 活过了41周岁之后我踏实了 在一个特别高度危险的年龄是55到58 非常多中国伟大哲学家都是在这个年龄死的 再往后呢73 再往后84 活过84以后就是一般哲学家都奔95 我们学我们近代哲学家里面很多人去世都是95岁 这个这是闲话了 冯友兰95 张诞年95 梁肃明95 对吧 所以这个年龄这还挺有意思 不都说了 总之一句话 王毕在解老子的时候 王毕最著名的哲学著作 著作就是老子珠 他在老子珠当中 把整个老子概括为四个字 叫以无为用 以无为用 年轻的时候读到这个最句话的时候 就开始注意到 这个王毕祝老子的时候呢 就特别重点强调这个以无为用 这个用字 但是呢 没有认认真真的按照马王堆博书读之前 或者也没有真正的完全敞开来 面对思想本身之前 还是老是围绕着道啊 德啊 玄啊 一啊 大这样的概念去思考 自然啊 这样的概念去思考 最后一直都没有找到真正的隐含着的关键词 我大概是去年我才真正意识到 我觉得 在我看来 老子最核心的关键的这个词汇是用 老子一共81张 以用为关键词的是五张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 这个比例是非常高 而且出现用的这个概念的章节 往往是老子当中论述最关键的这个章节 所以这个地方呢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从用这个字入手 那么什么叫做用 我们简单说什么叫做用 用这个字 直接写出一个用字 我们马上就和另外一个概念连在一块 这个概念就是气 大家注意物跟气是不一样的 气跟物是不一样的 不是说一个东西是物 它就一定是气 对吧 这支粉笔是物 但是我没有在写字的那个上下文当中用它的时候 它不是气 对吧 它之所以能够变成气 变成用具 它一定在一个用的关联的整体当中 一定在用的关联的整体当中 而用的关联的整体就是气物本身之间构成彼此之间的止射关系 这支粉笔直接指向了两个东西 一个是指向了黑板 没有黑板 这支粉笔不成立 对不对 另外指向了一个用粉笔的人 就是我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同时也指向了你们 因为你们在听讲需要这个东西 所以你去看所有的气物都在用的关联的整体当中 而这个用的关联的整体 大家很注意 它是怎么打开来的 它怎么打开来的 它用的关联的整体最终它会构成一个循环 你仔细去思考 你沿着这个粉笔能把你身边所有的气物都关联起来 你信不信 我就不给你们展示了 对吧 然后我说这个引出了用粉笔的人和看粉笔字的人 引出了看粉笔的字的人 马上就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有人在看粉笔字 马上整个教育问题全引入进来了 整个教育的系统全引入进来了 所以用的关联的整体是一个完整的打开的一个整体 所以要用的关联的整体 这是我自己的这个思考当中用的这个概念 那好了 那么讲到这个地方 一旦讲到这个气 马上就围绕这个气 围绕这个用的关联的整体 把这个问题放在这 什么打开了用的关联的整体 什么使物成为气 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认真思考的 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来入手 在老子的书当中我们怎么入手 我们回到老子第一章 老子第一章我们大家都很熟 应该可以齐声背诵吧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无明天地之始 有的版本写作万物之始 有明万物之母 故常无欲 斗号 以观其妙 常有欲 以观其角 这两个字我先写在这 咱既然念到这就写到这 此两者同出而一鸣 同位之悬 悬之又悬 重庙之门 注意我念的节奏 重庙之门 重和庙是并列的 在王毕的注视里 重不是修士那个庙的 不是很多的庙 重归重 庙归庙 听懂了吧 这中间要断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读的时候的语言节奏 我一听就知道你是哪个系统 你只要这个说出来 一听就知道哪个系统 对吧 那回到这个地方 我们不管它了 好了 整个这个是老子第一章 但老子第一章里面一直有些争议 在最关键的地方一句话里头 一直有争议 其实有些东西没什么争议了 比如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说你非得争议 近二十年来 这个传统文化的复兴 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沉扎泛起 鱼龙混杂 所以我这个领域 牛鬼蛇神特别多 我这几年一直都觉得特别郁闷 到时候有人打着旗号 说是北大哲学系的 我常常听到说 这个人介绍这个北大哲学系的 我怎么不认识 北大哲学系所有老师都跟我关系不错 怎么这个我不认识 到处冒充的 重庆旁边有座山 山上有个道观 观里有一神仙 很多同学听过我上课的人都知道 这神仙曾经给我恩师治病 我恩师有段时间身体不舒服 怎么查 查不出毛病来 然后这神仙来给他治 怎么治呢 五个人手拉手 揭在插座上 变聊 我一听就知道这不是道教根本功夫吗 那道藏里没有二八十佛殿 对吧 这个圆以前的道书我全看过 道藏里圆以前的书全看过 那时候我正八经研究道教研究了三四年 这蒙我 你这二百十佛殿 这你没有啊 你怎么就连上了 对不对 连就连吧 我就跟我恩师说 我说老师你就 哎呀你让他治干嘛呀 你让他一治 他到外面又吹牛去了 说你看我给某某某教授治了病了 对不对 我老师说嗨 我老师厚道 老师说嗨 人家要给你治吧 你不让人家治 这样不礼貌 就治吧 反正也治不坏 因为我知道治不坏嘛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觉得 哇你连到插座上 这还得了吗 对吧 这我多年都在讲 串联没啥了不起 有本事并联 你就是你有本事就并联 你直接接二百二十佛殿 对吧 那你有并联我扶你 你串联每个人身上 二百二十除五 四十四伏 那也接近安全电压了好吗 对吧 就这点 我理工科东西虽然忘光了 但是这点我还记得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是这个 关键这个家伙到外面讲道德经的 怎么讲 他第一句话这么短的 他短句短的特别有意思 人家我们都是道可道 非常道 人家写断的是道可逗号 道非逗号 常道 明可逗号 明非逗号 常明 语法都不对的 我跟你讲 这真是懵了 就不说了 这种都是笑话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真实的标点问题 这个标点问题 上千年困扰 争议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解决 就是第三句 就是第三句 那句到底怎么断 这一直有争议 我当年最早念研究生的时候 我也不知道怎么断 而且我的语感还就真不对 我当时的语感就是故常无 逗号 寓以观其妙 然后是常有 然后逗号 寓以观其较 你注意我刚才的念法是 寓字是跟无欲 有欲是连起来读的 我原本的语感是常无 常有 而这个是有证据的 这种断法是有证据的 这个证据在哪呢 就在庄子天下篇 庄子天下篇里面讲到老丹观隐的时候 特别重要其中一句话 讲观隐老丹的思想的时候 讲他们叫 见之以常无有 主之以太一 那这个见之以常无有 这句话直接对应的就是 指射的就是什么 文本上直接的感觉 指射的就是老子第一章 对不对 那所以这个断句看起来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个争议呢 就一直在争议 直到马王队一博书挖掘出来以后 大家一看 这个没争了 没得争了 因为马王队夹一本 在御后面都加了也字 这个就结束 故常无御也 逗后 你不能把也字 御跟也往下断 对吧 故常无御也 以观其妙 常有御也 以观其角 是这个道理 对吧 是这个断句就清楚了 完全清楚了 那为什么一直以来有这个争议 为什么一直以来有这个争议 这个争议的关键原因就在于 我们对老子的整体哲学的判断 是认为老子这个人是讲清静无为的 既然讲清静无为 就不应该讲欲 对不对 但实际上呢 老子的这个无御有御 大家注意 常无御 以观其妙 常有御 以观其角 无御有御 是观的两种主体状态 听明白了吧 你在无御之时 能观 物的一种状态 观物之妙 你在有御之时 观物的一种状态 观物之角 妙是什么呢 妙是万物之始生 角的意思是归忠之意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王毕的注释都非常非常精彩 就哲学家注 注释经典 他的最重要的特点就在于通透 他不咬文嚼字 但一句话告诉你 你注完了 你看他的注 你就会觉得老天 这个真理 对吧 那归忠是什么意思 归忠是跟哪个字有关呢 注意跟哪个字有关 跟成这个字有关 所以一下子我们注意 这两句话里面告诉我们 常无御 以观万物之生 常有御 以观 弃物之成 到成这个地方的时候 弃这个字就出来 所以天地生物 人能够成物 而人能够成物 是使物成为什么 使物成为什么 成为弃 这是关键 到这个地方 你看整个的这个 这个清楚了 再进一步隐身 中国哲学讲无欲吗 中国哲学不讲 任何一家都不讲 就中国没有那种 那种那种极端的哲学思考 没有 你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无欲 你人作为一种物质性的存在 你要保持一种最基本的本能 就是自我保存 所有事物都有自我保存的冲动 所以斯宾诺莎对欲望的界定 斯宾诺莎是西方哲学家 我最欣赏 崇拜他们上 我只崇拜孔子 西方哲学家我最欣赏的 他对欲望的界定 那你看的时候 这真了不起 没那么多花上 欲望就是自我保存的冲动 所有事物都有自我保存的冲动 有生命的东西不用说 连无生命的东西都这样 你看看 这只粉笔 粉笔算软的吧 但是我要想改变这只粉笔的 现有的形状 我必须对它做什么 施加足够的外力 如果不施加足够的外力 它将保持它现有的形状 所有的事物都有保持自己 现在状态的倾向 牛顿第几定理 牛顿第一定律 对吗 你所有的事物 无生命的事物都是如此 何况有生命的事物 那么有生命的事物 所有的事物 首先第一点要保存的是 自我保存 你这个东西非常清楚 那自我保存的过程当中 生命体之为生命体 就在于不断的主动的 去选择什么排斥什么 通过选择对自己的生存有利 保存自我 延续自我有利的东西 排斥掉那些 对保存和延续自我不利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当中 维持自己的生存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所有的事物存在本身 就这种冲动本身 里面就有欲望 你怎么能说无欲呢 怎么才能做到无欲呢 所以儒家道家都不讲无欲 中国古代的哲学 是自然朴素的哲学 不做勉强的事 所以他对天道 天地万物的思考都是这样的 对吧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张嘴就无我 无什么我呀 对啊 还无我 那我是你想无就无的 第一不是你想有就有的 所以也不是你想无就无的 所以你看庄子讲这个五 你看孔子讲 庄子讲这个我 孔子讲这个我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我不是我选择来的 不是我非得要的 因此也不是我能甩得拖的 其来不可拒 其去不可留 但凡能拒绝 我们来的干啥 多麻烦 既然来了 但凡留得住 我们干嘛要走 就这个道理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儒家道家都不讲这个 这一种气质上 我们看到叫 孔老同根 这叫孔老同根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么 人不得不有欲 回到这来 那么为什么 无欲以观万物之生 这是中国了不起的智慧 什么叫无欲以观万物之生 你在看万物生长的时候 你只要有人的欲望 参杂于其中 这个万物生长的过程 就会被改变 而且一旦被改变导致的结果 往往是这个事物本身的品质的败坏 最简单的 生过那个豆芽吧 生过豆芽吧 你比方说 这个绿豆芽特好生 当然我也不会 黄豆芽呢 就特别难生 我妈生黄豆芽水平特别高 但是呢 你现在到外面去买那绿豆芽 那黄豆芽 你吃着就没个豆芽的味儿 对吧 你们现在吃肉 天天都吃肉 其实你们根本就没吃过真正的肉 现在很多小孩子 根本就没吃过真正的肉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吧 基本都是吃过真正的肉的 我们小的时候吃肉 太香了 那个肉就是在无欲的状态下 让它客观的 你客观的冷静的 不着急的 让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涨 那个肉才是肉 所以你现在吃的肉 你确定它是肉吗 对吧 你现在吃的苹果 那确定是苹果吗 老天我就想我小的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吃的苹果 我再也找不到 吃不到当年那个苹果了 当年我们吃的苹果 就这么小的一个叫国光苹果 哎呦那个香啊 再也没吃到果了 没有 现在的苹果放在家里 我们家里放果栏 四五个 没人碰 一放大夏天 我觉得有一栏这个苹果放了三个月 到三个月的时候终于有一个苹果 有了一点烂的意思 你就说每天你吃的是什么 所以你无欲 你才能观万物自然之声 否则你都是对万物的自然之声的破坏 这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个文明 对待自然的一个基本态度 常无欲 以观其妙 这样才能观万物之声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文明很 这个伟大的智慧 我现在读中国经典 我现在越来越不能读 一读就每次读来都生欢喜赞叹之感 常常感慨说 这道理它是怎么得到的 这伟大的道理它是怎么得出来的 你看中国人讲到对自然的关系的时候 有两句话特别重要 我最近老讲 老子讲辅万物之自然 中庸里讲什么呢 赞天地之化欲 辅万物之自然 赞天地之化欲 赞就是住 这是人对天地化欲的最恰当的态度 一个是辅 一个是赞 帮帮忙而已 你别真琢磨着 就像现在很多技术主义所追求的东西一样 那叫带天地之化欲 很多人天天琢磨这个吗 现在整个西方技术主义 引入进来整个技术主义的倾向 就是我用技术能够解决一切问题 这道理我们当年道教徒都尝试过的 道教是典型的技术主义宗教 道教基本态度就是 我只要掌握了技术 我就能永生 所以道教徒的信念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所以中国古代很多伟大的技术都跟炼丹有关 因为炼丹 炼丹因为追求永生 你才会去追求那么高的持续高温 因此瓷器也就产生 所以我们的瓷器产生的 成熟的非常早 这是跟炼丹是有关系的 基本炼丹的副产品 黑火药的发明 百分之百炼丹的副产品 各种矿物质放在一块加热 就这个结果 所以回到这来 这路我们都试过的 试的结果 反正徒劳无功 但是中国的道家 儒家的这个智慧里面 都告诉你 人不能带天地之话语 只能俯万物质自然 赞天地之话语 生你是没有办法的 对吧 你像现在很多人说 现在又开始猖狂到 说可以什么追求长生了 是吧 人快死的时候动起来 只管动不管缓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对不对 逻辑上根本永生这件事 个体永生这件事 连逻辑上都不能成立 还在瞎折腾什么 这特别奇怪 中国人说 这种根本没有可能 现在很多人说 技术发达到今天 我们都行了 我就跟你说一件事 技术发达到今天 你都不能直接 从无机物当中 合成有机物 就别吹牛了 我多想吃 直接吃无机物 合成的有机物 这样我就彻底不杀生了 那我活得得多慈悲 对吧 有人说吃草就没事 你在嚼那菜叶子的时候 我每次都能听到 草的尖叫 草不痛苦吗 你嚼它 它不痛苦吗 它就没有生命吗 所以你真正要慈悲 直接吃土 你合成也行 你合成 你从无机物当中 都合成有机物 对吧 你直接合成蛋白质 没这个 你反正现在 你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能力 不要讲了 所以回到这来 无欲以观万物之生 但是你注意 要想观万物之成 它得有欲 这事很有意思 万物之成就落在 气用这个层面上 你对一个事物无欲 其实这个工具怎么用 你是不知道的 你比方举个例子 多好的车 在我眼中都没意义 因为我不会开车 我只会坐车 对吧 就我不会开车 也没打算学 我们家这个车买来 他就特别奇怪 说你这 就从来没见 你有一次试着到驾驶座 坐一坐 我说后来想想 好像是 多少年从来没试过 所以你这车造成什么样 跟我没啥关系 你看中国的这个 中国的这个汽车制造业 这多少年都不好 我在广汽集团给他们上课 最早是去广汽本田 我去了第一句话 就是说 你们中国汽车人 能不能有点出息 我一般到哪都直接 去给人企业讲课 一般都直接打脸 比方我去百事可乐讲课 我直接就说 我比较喜欢喝可口可乐 后来我发现不行 这说话太直不行 其实是那天 我其实不大分的清楚 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 到底有什么区别 就没想到 他们原来是死敌 到后面我才知道 对 我到那说 我跟广汽本田的说 我说你们这帮 能不能有点出息 你瞧瞧人家中国高铁 你瞧瞧你们造汽车的 对吧 你们就不能有点出息 把广汽本田改成广汽国产 当时他们听了之后 我看他们沉默了 我表示很满意 但是就这么没过几年 我前两天刚去了一趟 他们又请我去 我又去讲 下午讲课 中午他们连我去参观 他们还真开始国产 国产化还挺快 其中我有款车叫传奇 我后来看一看 还挺漂亮的 他们接我送我都用那个车 当然我只能说 我对车确实没什么判断力 但有一点 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未来我相信中国人一定造车造的越来越好 为什么 因为用车的人越来越多 你在用的过程当中 你才能对车各个方面的需求有真正的了解 我说明白了吗 所以要有欲 以观万物之城 所有的工具是在用当中真正成就自己的 真正成就其自身的 好了 万物 无欲 有欲 以观万物之生 以观万物之城 那万物之生 生是怎么来的 所有的事物是怎么来的 这件事就很有意思 老子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关键 这个凡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天地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有生于无 所有的事物都是有 对吧 这个粉底是有 但是有是来源于无的 对吧 那有为什么来源于无 这接着我们就来来做一点 稍微一点复杂一点的哲学思考 这当然就是只是稍微复杂一点而已 好了 这支粉底是有 为什么是有 因为它是有限的 对吧 有限的就意味着它是有限定的 有规定的 有限定 有规定就意味着它是有属性的 对吧 所以粉有一定是有属性的 而属性就是规定性 也就是限定性 为什么属性是规定性 属性是一种肯定 比方说我肯定这是粉底 这是白色的 对吧 但是当我说出它是白色的时候 其实我不仅仅说出了一个肯定 我不仅仅说出了一个有限的肯定 我同时说出了无限多个否定 没问题吧 我同时说它不是黄的 不是黑的 不是水的一堆 无限多的否定 这本身很有意思 无限多的否定 赋予出了 给出了一个有限的肯定 你思考所有的属性的时候 你会发现所有的属性 它这种有限的肯定 都来自于无限的否定 对吧 没问题吧 那好 那无限的否定 是多还是一 就进一步思考 有的同学说多 温度有温度的无限的否定性 颜色有完颜色的这个否定性 无限的否定性 那最后的结果你注意 如果温度有温度的无限的否定性 颜色有颜色的无限否定性 那么作为温度跟颜色的来源的那个无限的否定性 它仍然是有内容 它仍然是有内容有规定 因此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因此又变成了一个有限的东西 所以一旦如果我们再往下梳理的时候 这个有限的东西又必然来自于一个更深层的无限的否定性 所以推到最后我们会发现 所有事物都来自于一个统一的无限的否定性 清楚了吗 这统一的无限的否定性 唯一的无限的否定性 它不能被称为有 它得被称为什么呢 无 所以天地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王碧杰老子就是这么紧 就是这么紧 它的整个思考过程就这么来的 好了 那么由于它是无限的否定性 而且是唯一的统一的那个无限的否定性 那好了 那么它是无 而这个无限的否定性里面 由于没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性 具体的属性 没有任何具体的内容 所以看不看得见 看不见 摸不着 听不到 对不对 所以视之不见 明曰仪 听之不闻 明曰昔 博之不得 明曰威 老子里讲的 就这个东西 不能用感官去把握 所以这个东西被称为什么 玄 对不对 由于所有事物都根源于唯一的这个东西 不是多个 是一个 所以我们有哪个字出来了 老子里那个核心概念 是不是贯通 贯通在里面了 由于所有的事物都根源于它 没有任何事物在它之外 所以它是大还是小 哪个字出来了 大呀 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 真正意义上的普遍性 这个世界只要是有统一性的 就必有统一的原则 统一的原理 而这个统一的原则 统一的原理 在远处和在近处都是一样的 我说清楚了 对吧 它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不用到十万光年以外去找这个根本的原则 你在哪就能找到 在自己的心灵 就是离你最近的这个地方 就能找到万物统一的原则 统一的原理 这就是中国古代哲学家 极了不起的一个 一个冻结 就是我们不能走经验认知世界的道路 你要想认识世界最根本的原则 根本的原理 那个真正意义上普遍的原则 普遍的原理 是不能走经验的道路的 所以老子才说这样的话 不出户知天下 不亏有见天道 不用看窗户就能知道天道 而且老子说 其出迷远 其知迷少 你走得越远 沿着感官的道路向外走得越远 你其实真正对真正本质的东西了解的就越少 所以老子 所以庄子才讲 倒在蝼蚁 倒在屎腻 哪都有 真正的普遍性 所以讲这个大 对不对 那由于这个无 是所有的事物 只成为有的 必须经过的那个路 所有的事物都是经过这个无 就是我们说这个统一的无限否定性 成为了有 所以它是哪个字出来了 哪个字出来了 所有的事物都要经由的是什么 是道 所以你注意 这五个词讲的是同一个东西 这个时候你就明白老子第一章在干嘛了 所以老子第一章讲的不是一个根本的哲学洞见 他讲的是一个根本的哲学困境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老子上来要告诉你 你的一件事就是 哲学的困境在于表达的困境 根本问题在这儿 但是表达的困境 不是意味着哲学的表达 就不可能 年轻的时候读到这的时候最早读 读老子的时候说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您既然都知道了 那还写什么呢 这两句话说出来 后面顽强的写了五千个字 那不是废话吗 你这五千个字为什么要写呢 仔细思考原来这是困境 不是说哲学表达就是不可能的 哲学表达里面特别要注意一点 第一 你用明言来表达终极实在 是有问题的 明言在表达 或者概念在表达终极实在的时候 这是有局限性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离开语言 可以离开语言 或者应该离开语言 进行哲学的思考和表达 哲学的思考和表达 无论如何还在语言当中 所以老子整个后来的超越都在这 他的真正超越靠的是什么 这里一定要注意 明知和什么知的不同 老子里面其实是区分出了 明知和未知的不同 就是你不能明知 但你可以未知 所以老子才说 此两者同出而亦明 但刚一说亦明之后 马上说同未知玄 但没有说同明知玄 同未知玄 接着玄之又玄 还不能仅仅有一层的玄 还要玄之又玄 众妙之门 这是老子第一章里面 回过头来看 这样讲这个道理 那好了 那这些概念都穿在这了 对不对 那我们说这是老子讲这个 天地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从生的这个角度上讲 无的重要性 对不对 接着我们看成的角度上 无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老子里面一连串的话 都在讲这个东西 其实有一段特别著名的一段话 是吧 这个我们大家都熟 三十福共一谷 当其无有车之用 善之以为弃 当其无有弃之用 着护有以为弃 当其无有弃之用 故有之以为力 无之以为用 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换言之 无是万物发挥作用的前提 是万物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 离开了这个无 任何事物都不能够发挥作用 清楚吗 没问题吗 这个矿泉水瓶子 如果是实心的 那我怎么喝水呢 他因为中间有空 所以我才能怎么样 喝一口 其中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叫天下 老子有一句话特别有意思 天下之至柔 持曾于天下之至间 我上一堂课 昨天有一堂 昨天那堂课 我就问底下同学 我说请问 至柔是什么 底下有个同学说水 会是水吗 你有本事 让这瓶子里的水 穿出来我看看 不是说天下之至柔 持曾于天下之至间吗 这瓶子怎么就穿不动了 还怎么持曾啊 我不到他 他持成不起来 我得到他 给他一个线索 给他引一个路 他才能出来 就这么简单 但是你注意 这个至柔讲的是什么 这个至柔讲的是无 天下之至柔 持成于天下之至间 告诉你 无是所有的 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这个时候你才能理解 凡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那个弱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老子讲 柔弱胜刚强 强良者不得其死 坚强者死之徒 柔弱者生之徒 飘风不中招 咒语不中日 老子一连串这样的话 柔弱胜刚强 柔弱胜刚强 真的 你如果把这个话 当成真的 那你的人生可能很麻烦 因为大部分时间里 刚强胜柔弱 对吧 虽然我们都知道 有很多这种讲法 说坚强的难以持久 对吧 据说当年有一个传说 说孔子去见老子 老子向孔子张了张嘴 伸了伸舌头 然后孔子就懂了 回了 那子贡还是言回问他 您懂什么了 那还不明白吗 你看 是吧 牙齿硬吧 到一定年龄 就开始往下掉吧 舌头软吧 一辈子都不带掉的吧 对吧 所以我们一般说 一个人老的掉了牙 是可以的 肯定不能说 一个人老的掉了舌头 这事太吓人了 这个怎么看都像恐怖片 虽然我酷爱看恐怖片 对吧 所以当然没关系 回到这了 柔弱胜刚强这句话 你不能太当真 这句话真正讲的 还是那个问题 无是有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柔弱胜刚强讲的是什么 你做任何事情得留有余地 简单的说 就得留这个无 留这个空 你做事情不留余地 就意味着 你这个事情是难以为继的 所以老子里面千言万语说出的话 这两句话其实可以概括 很多话都可以说 这老子里面很多命题是可以统一的 骑者不力 跨者不行 骑者不力 垫着脚尖站 垫着脚尖站 你能占多长时间 对吧 我也想高点 再高点 但是垫着脚尖站 占不了多长时间 对吧 跨者不行 什么叫跨者不行 简单的说 就是你不能匹着岔走路 对吧 你匹着岔走路 这个这步行 下步迈不出去了 对吧 你匹岔挺长的 挺远的 你这步迈的肯定远 但是问题你后面怎么办 所以这叫什么 以无为用 其实在这个地方 告诉我们的是这个道理 所以好了 所有的事物 都得有无充分发挥作用 当然有同学 很机智的同学会说 老师你刚才说 这个东西如果是实心的 但有东西是实心的 比如锤子 那锤子的空在哪 锤子的空在哪 锤子的空 你敲打一个钉子的时候 你该怎么敲打 你要把它拿起来 拉开一个距离 锤子到钉子的这个距离 就是锤子的空 好吧 到这个地方 其实这个道理 好了 那这是老子的哲学 我们说哲学的结构 那这样一个哲学 中国哲学一定直接指向人生智慧 接着就是两个方面 以这样的哲学为基础的人生智慧 两个方面 个体生活智慧 治国的智慧 个体生活智慧 简单的说 我常常讲 这几年我多年 这几年我一直都在讲 就叫留白的智慧 留余地的智慧 我一直在讲 留余地的智慧 简单的一句话 不留余地 就难以为继 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 所以王毕 在讲到这个道理的时候 王毕有一段名言 可以跟老子并传 穷一家之量 不能全家 这个家是指世家 你的能力竭尽全力 刚好能管理好一个世家 但在这种情况下 真给你一个世家 你是管理不了的 一国之量不能成国 你的格局 刚刚能治理一个邦国 就给你一个邦国 让你治理 你是治理不了的 后面八个字 穷力举重不能为用 你竭尽全力 举起一个重的东西 这东西已经 不能发挥作用了 所以做人做事 非常关键就在这 有一个人夺得量力 对吧 有多大格局 去追求多大的事 如果你不夺得量力 你去追求 那个比你能力更高的 比你的格局更大的 那个空间和位置的时候 通常情况下 得不到 得到了 毁了事业 毁了自己 基本就如此 我们看身边太多这样的人 对吧 这十八大以后 我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这东西早就知道了 就眼看他起高楼 眼看他验宾客 眼看他楼他了 这就是这样的 你格局不够 对吧 我就给宗祖部司机长班上课 我就提醒他们 我说你们留神 你们现在这个位置已经很关键了 再往前走一步 你就很重要了 你就重要到 不能随便吹牛了 所以人有的时候 到某个位置的时候 真在做一个抉择 对吧 你到底是功耕于男母之中 狗权性命于盛世 还是怎么样 这也一样 这个东西 所有的一样都一样 我们讲这个权 保全自己的权 不是说只有乱世 你才难以保全自己 盛世你也不见得就能保全自己 你能力太强的人 忙忙碌碌 每天连轴转 奇能久乎 最近我老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奇能久乎 最近我发现这个 我这个五年前我一个老朋友 我这个朋友比我大四到五岁 就反复跟我讲说 丽华你得慢下来 不行 我现在发现 我到现在走路还带着风 这个真是不行 你想想奇能久乎 昨天我太太突然就发现 因为我已经说了一个礼拜了 热烈的盼望着国庆的假期 我从来没这么盼望过假期 就终于明白 就是到了某一个年纪 等你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知道 人分身乏术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就特别特别累 这个时候也不容易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也叫 这也叫不留余地 所以你人得方方面面留这个余地 对吧 你看诸葛亮那个 这个讲得真好 所以我跟很多人讲 你到了一个特别关键 特别重要的位置的时候 到了一定高度 你就不再是个人了 一个人到了某个高度 还把自己当个人 毁掉了事业 毁掉了自己 其实人真到了某个高度 你追求之前 追求那个位置之前 你就应该做好一个心理准备 将来在座的年轻人 可能未来能成长到很高的高度 你就记住我这句话 到了一定的高度 不再是个人 到了一定某一个高度 你其实是个人的高度 你其实是个人的高度 死而是个人的高度 这不是道德 这是智慧 诸葛 我们当年年轻人 我们当年年轻的时候 我在浙大 我以前是浙大学理工的 电厂正能动力出来 那个专业原来叫工程热物理 我就因为看的是工程热物理 我当时就是因为考不进物理系 我但凡要考进物理系 我就不学哲学了 我原来的梦想是科学家 我到现在我儿子初中的 那个几何证明题 他不拿来就算了 只要拿来 我老天 两眼放光 就开始立刻冲进去 就开始证明 到现在还在努力干这事 结果一去看工程热物理 实际上是锅炉和气轮机 我只有跟我的人生梦想 完全不一样 结果算了吧 就这个 那那个时候我们在这儿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就八十年代 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实际上是非常自由的 非常自由的 由于自由 它就整个学校的氛围就特别重要 你身边的人就特别重要 所谓名校就是身边 一个是学校有传统 校园有氛围 另外一点是谁 身边的学生都是高手 你就跟这些朋友们在一块聊的时候 你都闲不下来 然后有了时间 你就在最困顿最无聊的时候 因为我在浙大师丁经历过 极度的困顿和无聊 人生根本没有方向 曾经想找一个电厂 描此一生的 做一个电厂工程师就算了 一度天天读闲书 读什么弗洛伊德 什么阿德勒 对不对 我到现在还会一些 简单的精神分析书 那时候天天给同学做精神分析 全干之后 极度苦闷 极度苦闷 直到遇到了庄子 直到读到了庄子 开始找到人生方向 就很简单 那个时候就说 你极度困顿的时候 你一个有人生期许的人 你一定会要找到自己努力的方向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 留空也重要 所以我多年都在讲 教育里也要留白 给孩子自由阅读的空间 当然我们有一个焦虑是 万一给了你自由 你去打电子游戏怎么办呢 我们还要相信我们的孩子们 他打到电子游戏 打到穷极无聊之时 一定会回来读书的 一定会回来读书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我们说讲这个道理 所以留白的智慧 那么从治国的角度上讲 无也是重要的 那个无是什么了 到治国这个角度 无是什么 无是什么 无 无为 这点特别关键 无为 无为简单的说 就是君主和群臣的关系 无为不是大家都无为 是君无为而臣有为 而大家注意 君之无为 恰恰是臣之有为 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所以君主在道家的这个政治理想里面 君主得是那个 使所有的人都能充分发挥作用的条件 这其实是无为而至的根本 所以一个好的领导 按照老子和 按照老子和往下延续的韩非子的这个理想 那里面韩非子有一段话说特别好 叫 不自用其智而用人之智 不自用其力而用人之力 不自用其勇而用人之勇 这是道家的这个无为精神在治理方面的作用 那么当然道家的这个思想 老子的思想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们讲 我们会发现都很有道理 但老子思想有一个大的漏洞 有一个大的麻烦 这个麻烦在哪呢 老子的思想最大的麻烦就在于 第一老子是肯定权威秩序的 所以在老子那儿没有无政府主义倾向 所以老子一讲话 侯王若能守之 当然不是那个侯王 侯和王 侯王若能守之 都是讲王公侯王 他讲的这些东西 那么讲的也就是说 他要讲权力秩序等级秩序的 他一定要讲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在他看来 只要有人群就一定得有等级秩序 但这里面有几个麻烦 第一等级秩序也根源于无 但是无就是没内容 那这样一个没内容的东西 怎么能够确立一个有的标准 听明白了吗 你也就是说 你从无当中推不出真正的有效的标准来 你参不上标准 比方说举个例子 官僚等级 官僚的或者权威的秩序 到底是分几层比较合理 对吧 我们现在多少层 我就不给你们数了吧 对 我也不是特别数的明白 这事我不太了解 对吧 那个钱姆先生的讲法 钱姆先生说 这个一个国家的治理 这个到钱姆先生这个讲法 也不见得都对 我现在对钱姆先生很多东西 我也表示怀疑 这个我也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对大师也不能盲目崇拜 虽然他确实是大师 这个是真实 这个不是伪的 钱姆先生说 一个国家的官僚系统 如果是管官的官多 管民的官少 这个系统就有问题 如果管民的官多 管官的官少 这话挺绕的 这个治理一般都比较好 但这个问题是 如果你说老子能推出这个 但请问老子怎么推出来 因为无 一切根源于这个无 一切是通过这个无 来充分发挥作用的 而无就是不能有 任何具体内容的 那么标准到底在哪 是三层对 还是五层对 还是十层对呢 到底多少层 权威等级 到底应该分成多少层 没有个标准 所以最终得出的结论 我说老子的进入 叫以用正体 以用正体 老子的这个政治哲学 只能通过用的有效性 来证明体的合理性 只要这个用还有效 也就证明这个体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 这叫以用正体的思路 这一点跟孔子的明体答用的思路 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孔子的哲学 那叫明体答用 是从体当中出来的 好吧 那么讲到这儿 我们自然而然就转入到我们的下半部分内容 就是孔子 孔子当然 据说昨天是孔子的诞辰 当然这也就是一传说 这事也不能太当真 多年来一直讲说 9月28号定为教师节 没必要 9月10号挺好 9月10号唯一的不好就是刚开学 刚开学老师心情不太好 刚放完假 谁心情都不太好 你要的9月28号好处在哪呢 就这一天马上就要放假了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比较愉快 所以这个过节的心情会比较好 这是不是孔子诞辰 这不好讲 这完全不好讲 我也不知道 孔子生于公元前五百五十一年 我们是知道 去世于公元前四百七十九年 我们也就知道 我们也能知道 那么遥远的一个时代的一个思想家 你能知道他生足年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不用再知道具体日子了 你这知道具体日子 这太夸张了 别人连生足年都不知道 你还知道生日 你让别人情何以堪 你让其他那些子情何以堪 人家怎么想你 对吧 这样不合适 所以我们回到这来 孔子 那孔子这个是不能打数名号的 我们讲的是孔子这个人的思想 那么孔子这个人跟老子这个人的麻烦在于 这个不同在于你讲老子的麻烦在于没资料 你讲老子这个人没资料 你讲孔子这个人的麻烦是资料太多 他几乎没有边界 秦以前的书里处处都是紫约 到处都是紫约 哪本书没有 基本上都有 除非特别早的 对吧 基本上春秋到战国时期 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 所有的书里都有 末子里面有 庄子里面有 当庄子里面大部分是编的 是庄子编的 对吧 我们知道这是个编故事的人 超级喜欢他 然后这个韩非子 韩非子里有 礼记当中有 那礼记就跟我讲了 你太多了 所以回到这来 你就得设一个边界 我们讲老子 我们讲孔子 主要是 我要严格限制在论语当中 就论语这个范围内 因为这个可以确定无疑 说确实是孔子的言行 就孔子说过的话 那这里面只要记录是孔子的话 那就真是孔子的话 因为这个论语的成熟 是有个过程的 大家注意啊 以后不要再念论语了 以后这么没文化的事 千万别做了 论语 对吧 论语二生 不是四生 对吧 这个有的时候我在上课讲论语 讲完论语之后底下有同学过来问我 老师论语里这句话怎么说 我说没读过 真没读过 这书真没读过 论语这第一 第二 为什么叫论呢 论最可能的意思是编转之意 这个当年黄侃作《论语》一书的时候 他说 论字有四种可能的意思 但这四种可能的意思 全部都是念二生 没有一种能念四生 所以这个是没有任何争议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呢 那论语呢 这本书编程的过程是有一个过程 论语它的内容应该是孔门 普遍是孔门第一代弟子记录 然后是由孔门的第二代弟子汇集完成的 而具体是谁的弟子 这个是应该比较清楚 是有子跟曾子的弟子 这个是有证据的 对吧 那么所以大家记住 论语文章确实太好 这文字太好 中国古代的春秋道战国 我们这个文明在语言上面达到了巅峰 那确实了不起 就那个文风是没法模拟的 言简意干 那个字是没法替换的 论语 徐副关先生有个讲法说 论语是中国古代短篇散文当中的极品 你这句话说得非常好 我一个写诗的朋友讲说 有些当代诗人都讲说 这论语的文字是最好的 说来说去论语的文字是最好的 但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还不是孔子的文字 这是孔子的弟子的文字 所以古往今来 你想象孔子真了不起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不朽 而且身边带出了一群 也知道自己注定不朽的人 子宫这种人很早就知道自己注定不朽 很早就知道 你想象那一代人 他的那个人格怎么可能猥琐 想猥琐都不好意思 就是他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天命一样的感觉 这些人居然都是孔子教出来 所以孔子作为一个教育家来说 那真是历史上没有人 你只能仰望 你看庄子 教出啥了 你看孟子 教出啥了 孟子这么严厉的一个老师 没教出啥来 庄子这么一个放纵的老师 也没教出啥来 这个东西 这个教育家 这个真不是开玩笑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张不多讲了 展开了 这个不多讲了 那么《论语》这本书的一个特点 这点大家要注意 《论语》是一本朴素到骨子里的书 里面说的话都朴素至极 孔子是一个朴素到骨子里的人 说的话一定是你应该做 而且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 做不到的就不说 所以这是我们讲这个 这个理解《论语》一个方面 第二点 《论语》是中国古代经典当中最丰富的书 没有之一 为什么 首先体量 《论语》的体量就大 比老子大了很多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论语》里面没有重复 多重要的话就出现一次 特别重要 多重要的话就出现一次 是吧 为人有己而有人互灾 一会儿会用到这句话 怎么重要的话 就出现一次 理解中庸之道最重要的那句话 过犹不及 在《论语》当中就出现一次 曾子曰 夫子之道 忠述而亿 这么重要的话 就一次 没有第二次 你对比老子 你会觉得老子啊 其实有很多话是可以删掉 你真的 老子这个章里面重复的东西挺多的 在我看来至少删掉个一千字 我觉得没有问题 对吧 但是《论语》你还真不敢删 人家每句话就一遍 你随便删 删一句就少一道理 而且还有一点 孔子讲的道理都是朴素的 以至于人们怀疑 《论语》里有哲学吗 对吧 这十八世纪整个都在羡慕跟崇敬中国 他们当时常常说的话就是 你看人家那个地方 没有上帝 不也有了道德和文明吗 以此来对抗 这个宗教神权 对不对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风最重要的就是瓷器 我这次在 这次暑假陪着太太孩子 去了趟美国 转了转 主要是带儿子看看西洋帝国 对 也是帝国西洋 去看一看 反正对我来说意思差不多 反正就看一看 然后就看一个 在LA看到一博物馆 那人LA人就特别荣耀了 就叫概体博物馆 其实不怎么大 但里面画还挺多的 挺全 我正好也就 我孩子十二岁了 就能带着他 从十三世纪开始 一直看到印象派 后印象派 一路给他讲这个变化 讲的时候也挺开心 其中讲到一幅画 十八世纪的 那幅画特别不起眼 一幅小的油画 这幅油画的题目叫T-set 就是茶具 上面就是画了一套瓷器 瓷器上面的图案 是满清官员 这幅画非常标志性 就那个时代 欧洲人曾经是怎么理解 我们东方帝国 所以大家就一定要注意这一点 好了 到了十九世纪初的时候 他们已经 你像当时莱布尼兹 像福尔泰这样的人 都是非常崇敬孔子的 到了黑格尔那个时代 黑格尔已经很猖狂了 黑格尔说为了孔子好 最好不要把论语翻译到德语 因为翻译到德语 人们发现它没有哲学 只有道德教条 好吧 但真的没有吗 表面上讲是这样的 孔子讲的道理 一定是朴素和具体的 所以《论语》这本书 在座的同学一定要看 不用看那么多 你不用什么都看 这个经典那个经典 你本来阅读时间就不多 你把时间有限的时间 用在真正的经典上 像《论语》这样的书 怎么能不看呢 有同学说读了没感觉 有一次有个同学 上四书经读课 有同学跑过来跟我说 老师读《论语》没感觉 我看他一眼 就读一遍吧 他说是的 我说你读一遍就像有感觉 你比我天分高很多吗 你确定吗 对不对 你这就很荒唐 你这反复读 读久了 自然而然就明白 这书我二十多年进去 到现在 每次读来 每次讲来 都能看到此前 我没有体会到的 那个层面的道理 其丰富性 一生都难以穷尽 而且论语里的道理 因为它是具体的 所以明白了就去做 明白了就去做 而且都应该做 而且都能做到的 对不对 比如你说这个 我特别喜欢 喜欢论语里的一段话 就是讲吃东西 对吧 不撤僵食 你到一定年龄 多吃点僵 没快处 对吧 特别是我们这个年龄 四十岁以上 对吧 不撤僵食 因为僵的特点 通神明 解会恶 但是上午吃 午后就不要吃 一般就不要 这个是中国人 有一些规矩 对吧 你去看 你看这孔子 你读乡党片 你看人家孔子 怎么穿衣服 你就怎么穿衣服 那孔子穿衣服 多么的得体 一点都不奢侈 有人说 孔子你看家里 有那么多 什么 姿衣高求 素衣泥求 黄衣胡求 说孔子真奢侈 那个时候 中国没有棉 你知道吗 棉那个时候 还没传入中国呢 由于没有棉 保暖一定是什么 一定是动物的皮毛 所以谁家都有 再不济 也得弄个狗皮帽子 就这个 你没有办法 但是人家孔子 穿衣服得体 姿衣高求 穿黑色的衣服 配黑色的羔羊球 羔羊皮 对吧 素衣泥求 穿白色的衣服 就穿接近白色的小鹿皮 这个稍微奢侈点 黄衣胡求 穿黄色的衣服 就配黄色的狐狸皮 人家这个是得体 这不叫讲究 这就叫得体 人家在哪都那么得体 你就看 看懂了就去做 直接就能做 而且就应该做 对吧 所以这是论语 但是问题是 还是这个问题 论语里有哲学吗 论语里当然有哲学 我们从子贡的一句话说起 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 夫子之言 信语天道不可得而文也 我这句话非常有意思 经典之为经典 你就一个字都不能轻易放过 一定要认真去理解 他的语世语脉 子贡说 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 这个文章当然跟我们今天讲的文章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文章呢也包含在里面 但是这个地方指的是孔子之文才 这个既指言也指行 这个地方你可以看 可以听 对不对 这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文也 但是孔子讲信语天道这样的道理 不可得而文也 大家注意 没说孔子不讲 只是说我没机会听 那这里面不禁让我感慨 连子贡都没资格 也没机会听的 到底是什么道理 这点非常重要 子贡已经算孔子弟子当中非常杰出了 四科十折当中的一个 在孔子去世以后 子贡一个人单独为孔子扶桑六年 就在跟同学一块扶桑三年之后 同学离开 子贡又一个人陪着孔子 在孔子墓方面住了三年 子贡富甲天下 三年得损失多少钱 又没手机的 那不在乎 根本不在乎 对吧 就这样自治的人 而且素以明敏著称 就这人特聪明 口才又好 但是就没资格听信语天道的道理 不可得而文也 最正常的解释 就是子贡没资格听 就资质不够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儒家在教育上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则 叫学不列等 学一定不要超过自己心智的等级 所以孔子回答问题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 论语里你不能哪句话都当成 孔子对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 孔子对待资质高的学生给标准答案 对待资质比较低的学生 孔子给的回答是他听得懂的答案 这个原则在孔子那儿 在论语里叫下学而上达 不要上来就把最高明最高妙的道理给孩子 给了孩子结果是什么 这么高明这么高妙的道理 他是把握不住的 这种抽象的道理 抽象而又高明的道理 非但不会给他的人生带来好处 反而给他的人生带来干扰 我说清楚了吗 就像今天很多人迷禅宗 你迷啥迷啊 你以为你迷着禅宗你就能顿悟啊 对吧 你要顿悟 那个悟就改错误的悟 对吧 这顿悟几百年 几百年 我多年都讲几百年出不了一个的 这事就轮你脑袋上了 顿啥悟啊 顿悟 什么叫顿悟 神秘的不可知的 完整的智慧的获得 这东西你就能有了 没有的 你说你念几个话头有啥用啊 一说话 本来无一物 何处惹忏啊 那怎么在街上看你遇到车也躲啊 不诚实 一说话 不是风动 不是翻动 是忍者心动 就这道理对你有啥用呢 对你进行了莫名其妙的干扰 所以现在今天很多人 讲些高妙的超然的道理 老劝人说你得放下呀 劝人放下的 一般自己都放不下 对不对 那道理就说的不对 放下干嘛呀 因为孔子人说道理很简单 该你拿的 拿着 不用放下 不该你拿的 你就不能碰 谈不上放下 总之 不用放下 这是孔子孟子讲的道理 人讲的多么朴素自然 不用让弯子 这个真理就在那了 你让那个弯子干嘛 对不对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不要用那种高明的道理 干扰我们的生活 所以孔子说 孔子连子贡都不能听 这是性与天道的道理 估计也就延晖等极少数 个别人 延晖真是 我一朋友说的好 延晖就是 所有妈妈嘴里那个人家孩子 一般用来羞辱自己儿子 那个完美的人家孩子 我太太有的时候训我儿子也是 你说人家 大猪 你要么直接说延晖算了 延晖比我儿子 我还是认输的 哎呀 又不说了 怎么乱讲了 抱歉 讲的稍微累点 就会脑子 就会胡说八道的 我们回到主题上来 连子贡都没资格听的 就只有极少数 所以孔子的这个性与天道的道理 孔子讲没讲 讲了 但不在论语里 孔子真正对哲学的论述在哪 在义传 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义传 义传就是孔子晚而喜义 我们都知道孔子晚而喜义 读义尾编三绝 孔子晚年读周义 然后 从周一当中体会到的世界人生的 关于世界人生的最根本问题的思考 把这个东西跟他的弟子谈论 然后慢慢的在他的第二代第三代 甚至更晚的弟子当中慢慢记录下来的 所以里面包含了孔子对世界人生最根本问题的思考 但是呢 这个地方呢 所以我讲到这儿 其实我当然想说的不是说连子贡都没资格听 所以我们同学们都没资格听 这么说不行 这么说有点故弄玄虚 你们一定认为说你也不懂 其实不是 时代变了 我们现在反而确实要从最根本的问题思考起 我们今天所有普通人都面临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你不得不是哲学处境 这是我的一个感慨 此前世代的人只有极少数的士大夫 真正的有闲阶层 他的人生才是哲学型的 因为他有闲 今天随着技术的发展 大部分人都已经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哲学处境 你不得不面对某些哲学方面的问题 比如时间都去哪了 比如你面对死亡的问题 你所有这些问题其实都是哲学处境 你得去思考 所以在今天如果我们不能 我们未来的这个哲学思考 不能真正的发挥 我说的哲学对于每个时代来说 都是最庄严的守护 你不能去证明那个价值基础的话 那你只能放任人们 在各种各样的偏见 各种各样流行的思想 或者留俗的意见当中 度过自己的人生 浑浑噩噩 百思不得其解 不想就算了 越想发现人生越无解 常常是如此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反而要大谈性与天道的问题 那回到这个地方 那我们就从孔子讲的性 这个子贡讲的性与天道 这两个概念 作为理解孔子哲学的关键 首先我们看性 人性问题 孔子关于人性的论述 那么重要的论述 居然就讲一遍 人家重要的话都讲三遍 孔子多重要的话就讲一遍 对吧 孔子说性相近也 习相原也 人的本性都差不多 人的本质倾向是相近的 习相原也 后天的习染把我们相互驱远了 对吧 那么这个相近的这个本性里面 哪些东西是相近的 这个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论语里面 你仔细去看一下 哪些东西是人们共同追求的 对吧 幸福人们追不追求 一定追求啊 幸福是每个人都追求的呀 但问题什么叫幸福 什么叫幸福 论语第一章 怎么说的 子曰 学而实习之不亦悦乎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后面话不引 这句话没法讲 我一讲剩下时间全在里面 这一章我一般都在讲半个小时 非常关键 极关键的章 论语刚领性的一章 因为梵经典第一章 一定有刚领性 好了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这么重要的章节 里面有两个关键词 一个叫乐 一个叫什么 一个叫乐 乐和乐讲的是什么 讲的当然就是幸福 人们都在追求幸福 但是问题 追求什么样的幸福 我们再沿着这个话来讲 要达成什么样的幸福 对吧 这是问题的关键 所以 论语里面有段话非常有意思 所以儒家幸福 国人本身这事 本身就特别有意思 论语里有段话是这么说的 饭疏食饮水 驱功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 后面这句话很著名 不义而富且贵 与我如浮云 后面这句话不讲 讲前面这段话 饭疏食饮水 驱功而枕之 乐意在其中 饭就是吃 书食就是粗粮 有同学说粗粮不错 这个粗跟食不厌经 那个经正相对 这两个食是一样的 在论语里头 所有的食都是指主食 明白了吗 所以食不语 不是吃饭的时候不说话 我请个朋友吃饭 他说食不语 吃完走人 我请他干啥 我请他吃饭 就是要雨的 甚至吃主食的时候 不要吃饭 不要说话 吃主食的时候 你说话 是吧 你啪啪啪就往外喷 那不成播种机了吗 对吧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你这个是要注意 食是指主食 粗对精 这个粗 蔬食讲的是什么 经讲的是都是 要是米饭就都是米饭 别往里掺沙子 听明白了吧 粗指的是什么 里面什么东西都有 沙子啊 稻骨壳啊 稻草啊 甚至没这个老鼠粪呢 各种看都全在里面 这叫蔬食 粗糙的不能再粗糙的主食 别的都没有 菜肉羹汤都不在食里 食吃吃主食 饿了吃点 粗糙的不能再粗糙的 饭 渴了喝点水 困了连枕头都不用 弯着胳膊正在头下 如此简单朴素的生活里 也有最高的幸福 那这句话告诉我们 一个特别有意思的 第一 幸福在可以在很低的物质条件下 是可以达到的 所以你不能沿着这样的方向 去尽找幸福 说我必须得挣到多少钱 我必须得住到多大的房子里 你沿着这个方向 寻找幸福 你的人生会以戏剧化的方式达成 就是你真的实现了 你最后发现幸福离你远了 当然我们现在这只能想象了 对吧 里面有的朋友只能想象 但其实去看了没什么 有什么 我一朋友在深圳 最好的社区 好几套 还不是一套 四百多平 将近五百平 请我去 家里四口人 非得请我去 我说请 去你家吃个饭 喝点喝两钟 好 一去 那么大房子 夫妻俩 俩孩子 俩孩子都住校 我这朋友常常在外面应酬 不回家 当时我想 我说老天爷 我说你家这房子进来就得喊 有人吗 后来来北京到我家来拜访 一个就是赞叹我家温馨 废话 这么小 能不温馨吗 弄人气 所以当然这个地方 你想想 你真的不在那儿 你再大的房子 再好的装修 没有家人的感情去温暖它 充其量不过 是一堆冰冷的建筑装修材料 所以你不能沿着这个方向去寻找 但重点 我们今天说的重点不在这儿 我们今天重点还不在幸福 我们重点在于 人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孔子再高调 孔子也得说 舒适 是饮水 基本的物质条件还得有的 也就是说 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每个人都要的吧 既然基本的生存条件是每个人都要的 那人之所同欲 每个人共同追求那个倾向是不是来了 人的自我保存 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存的倾向 这个问题来了吧 对不对 那再进一步往下看 还有另一个道理呢 孔子说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欲也 有了最基本的生存资料之后 生存条件之后 孔子 这孔子多实诚啊 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 贫贱是人人都不想要的 对吧 富贵人人都想要 贫贱人都不想要 孔子甚至说过这么几段的话 富而可求也 虽执边之事无以为之 大概的意思是 如果有一种职业 一定能带来富裕 哪怕这职业再低贱 哪怕低贱的像赶大车 这么低贱的职业 我都会做 但是孔子的答案说没有 所以来学哲学吧 对吧 没有一种职业 必然能给你带来富裕 是吧 所以那为什么不从无所好呢 就这个道理 好了 回到这来不多说了 那我们说沿着这个方向寻找 那富和贵是什么 富和贵讲 我们讲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注意到没有 人的发展和自我实现 你仅仅人跟一般动物不一样 你不是说仅仅满足了自己的自我保存的需要 人就可以了 人要像狮子一样 能省多少事啊 你看那狮子吃饱了 往那一趴 从来不觉得闷 你只要吃饱了 不生出点事来 你怎么能过得去呢 对吧 你一定要生出各种各样的事来 所以人呢 这没办法 你总得自我发展 自我实现 但这个自我发展 自我实现 不能仅仅是物质性的 还要有更丰富的精神性 这个更丰富的精神性 其实也正是我们说的 这个论语里面 孔子说讲到极端状况的时候 孔子说 无求生以害人 有杀身以成人 每个人都有什么 每个人都有生的欲望 还有什么欲望比生更大呢 但是你注意 如果生 孟子有一个严谨的论证 如果生是人最高的欲望 那凡能够得生的手段 什么你都会用 那世间就不应该有任何牺牲的 这样的选择 但是古往今来 总有人在不断的舍生取义 杀身成人 有的同学会说 老师这个 这个 这个老师你怎么一说 就说到了英雄烈士这个高度 说到了徐希林这种高度 我们普通人 我们做不到的 你真的做不到吗 对吧 想想 孟子说的话是 非读贤者有是心 人皆有之 现在我问过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多少年 只有一个学生说他是的 我问过说 你自己反攻自行 你是不是一个 谁都能出卖的人 你关键时候能不能扛得住 不知道 但你头脑中的自我理解 你是不是一个谁都能出卖的人 就一个学生 我十几二十年问下来 只有一个学生站起来说 我是 就咱们北大的 我那天看他一眼 你问了一句话 后来我稍微有点后悔 我就问他 我说你是什么家庭背景出来的 这个稍微有点乳籍父母 这个有点乳籍父母 那这孩子后来下课就追着我 要跟我解释 孩子以后说话 不能语不惊人死不休 对吧 有些话是不能说的 你可以想不能说 开个玩笑 对吧 你举个例子 你是你谁都能出卖吗 对不对 就像有的人讲说 你说话像 我们今天有很多逻辑非常奇怪 你就会觉得 你就会觉得孔子讲的那是矫情 那是过高 根本就不是 他讲的就是人之常情 你只要还是个人 你就不能谁你都能出卖吧 那我有一个朋友一次我们聊天开玩笑的时候 后来我也都是玩笑嘛 对吧 他说那如果敌人把我逮到了 不用打 直接就招 我说你这爱个老天 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你就不能扛到对方施美人机 你坚持一下都不坚持一下 这个这太奇怪了 对不对 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的心态 就是打算做汉奸 还不用收买 这是汉奸界的耻辱 汉奸怎么能不收买呢 不收买 不收买就当汉奸了 这个不好 这个不好 这让古往进来的伟大的汉奸 情何以堪 这不好 这心态特别不好 所以总之一句话 这个说的一点都不高 也就是说 每个人其实都有一个方面 当你的自我实现 和自我保存相矛盾的时候 你会选择自我实现 或者你应该选择自我实现 而这个自我实现有的时候 体现为对自我保存的放弃 就对生的放弃 所以回到这来 是什么 所以人人都有一个什么样的倾向 成吉 成就自己 这其实到中庸那地方就总结出来 成就自己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成吉 我们也可以把它说成自爱 每个人都有自爱的倾向 但是自爱和自私是不一样的 我最近老讲 我说真正的最高的自爱是忘我 最高的自爱是忘我 关心别人 一个人真正的爱自己 是关心别人 一个人格局越大 这个人就越自爱 一个人 我这几年老讲的一句话就是 一个人有多大担待 就有多大造化 你有多大担待就有多大造化 你的格局是跟你的担待有关系的 跟你承担有关系的 对吧 好 不好意思 我的声音怎么跟这个声音 跟这个杂音混为一谈呢 居然跟它产生了共鸣 我一下子就失去了信心了 好吧 我们成就自己 自爱就已不是自私 忘我当中达到最高的自我成就 那这种忘我不是无我 注意忘我跟无我是不一样的 所以人关注他人 关注他人是成什么 在中庸里面有一句话 很有意思 孔子这个思想 我们在论语当中都能找得到 就是什么呢 成己是以成物为条件 物就是他人 通过成就他人来成就自己 对吧 这人你仔细去思考这个道理 你每个人 你能成为你今天这个样子 比方说举个例子 比方说你的发型 你的头发还不错 证明你的发型是 还不至于饿到 剪刀都拿不起来 说明他生活还过得去 他生活要过不去 你估计就是个阴阳头的状态 就出来了 对不对 你比方说我们现在还活得还不错 整个身体还比较健康 虽然各种食品问题挺多的 但是起码还没直接下毒 说明给我们提供食品和饮水的各个环节 人还过得去 听明白了吗 自私是最高的不自然 所以越自私的人往往越不幸福 幸福的人往往都有分享的愿望跟习惯 你生活经验 以我们这个年纪的生活经验都有的 为什么 因为自私的人太自我 太自我得失心就重 而一个人只要得失心重 这辈子就剩下四个字了 患得 患失 所以永远在教理当中 真是睡不着啊 对吧 以后教你们一招 凡睡眠有问题的朋友 临睡前想别人的事 别想自己的事 想别人的事一会儿就睡着了 对吧 有的时候 我现在 我三十四岁以后失眠开始好 我三四岁以前 我失眠二十年 对吧 后来我就慢慢就好了 好了 之后 有的时候晚上就看书 或者兴奋了 或者怎么样 我现在 一会儿也就能睡得着 但入睡稍微困难一点 我一般都问自己一个问题 一会儿就睡着了 国家怎么办呢 一会儿就睡着了 一点头绪都没有 你想别人的事吧 你就一会儿就睡着了 所以在真正的忘我当中 是最高的成就自我 所以回到这成己成物 有了己有了悟 有了自己有了他人 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 哪个字就出来了 两个人 从二从人 这个从二从人 不是随便抓两个人 这是自我跟他人 这叫人 对吧 好了 那人这个字当然很复杂 但这个地方 我在这地方 就选取孔子回答 言回的那个答案 这大家一定要注意 孔子的弟子 那么多弟子 问什么叫人 孔子回答 言回那句最重要 就是论语第十二篇 言冤篇的第一章 言冤问人 子曰 克己赋礼为人 一日克己赋礼 天下归人焉 注意 这还不是最根本的答案 最根本的答案 是后面这八个字 为人有己 而有人互在 为人有己 而有人互在 这句话是理解 人这个字的关键 由己 注意 由己就是由自 由自倒过来 就是自由 自由就是自主 听明白了吧 大家想想 自由是主动的 还是被动的 自由的是主动的 奴役是被动的 听明白了吧 大家想想奴隶的状态 奴隶的状态 用被动这个词一下子就解释清楚了 什么叫努力状态 你做什么不许做 你想做什么不许做 不想做什么偏得让你做 这是什么 这是主动状态被动状态 这是被动状态 所以回到这儿来 这是这是这个对吧 为人有己而由人互在 这可没说无我呀 没讲这个 所以直接就讲我 对吧 那这个地方讲的是什么 我一句话的概括 把这个有己 真正深入挖掘下去 再结合着我欲人 私人质疑这样的讲法 我们知道 人这个字的最根本的解释 我给你们提供一个 最简洁最根本的解释 什么叫做人 人就是心灵的最高的主动性的实现 心灵的最高的主动性的实现 就叫做人 当然这个最高的主动性的实现 是一个无尽的过程 人不断的追求自己心灵的主动性的实现 在这个追求的过程当中 就是一个成人的过程 追求主动性的实现 大家想想进一步想 我进一步跟你们分析 用这个是可以贯通论语里 所有关于人的描述 对吧 所以我贯通两个最重要的 大家想想主动状态 人的主动状态 心灵的主动状态 是清醒还是沉睡状态 清醒对吧 那清醒的人 首先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 一个人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人的存在 对他人的疾苦感同身受 在这个基础之上 你才能够呵护和照料他人 而这种状态恰恰与麻木不仁相反 对不对 所以心灵的高度醒觉 是爱的前提 对不对 所以忍者能爱 对吧 第二点 其实论语里面讲忍者能幸福 而且只有忍者能幸福 这个论语第四章李仁 第四篇李仁篇的第二章 大家要先去查 只有忍者能够幸福 为什么只有忍者能够幸福 因为心灵的主动状态 人在最高的醒觉当中 既能够清醒地体会到他人的存在 也能清醒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状态 就这种人存在感是最强的 不用自拍 不用通过自拍来证明自己那虚弱的存在感 对吧 因为他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存在状态 所以这样的人 他才能体会到生活中朴素 平凡不易察觉的幸福 而这种朴素平凡不易察觉的幸福 其实是最高的幸福 但这种幸福往往你深在其中感受不到 曾经有一个 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 你以为你到了那个地方 总会有一个人在那挡着你 但是某一天那个人 你到了那个地方的时候 那个人不在那的时候 你一下子就知道 你曾经在怎样的幸福里 所以这个是 这个你深在其中 你要有足够敏锐的心灵 你才能感受得到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这个人 那好了到这个地方 人已经讲出来了 那天道呢 论语当中论天的地方很少 就孔子对这个地方讲的很少 但还是有一句话 透露出了孔子对天道的根本理解 而且跟我们讲这个人是贯通的 这段呢 居然跟正好又跟子供有关 那子供这个人真是高明 子供被我们留下了太多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感谢他 子供这个有一天孔子说 于欲无言 孔子说 我想不说话 我想沉默 那子供说 那您能沉默 您沉默了 那我们学什么呀 接着孔子说出了一番话 那番话非常重要 叫天和炎灾 四时行焉 百物生焉 天和炎灾 天和炎灾出现了两次 天既然不炎 有没有人格性 有没有人格 不是人格神 不炎就不是人格神 这上帝一定要说话的 上帝说要有光 于是便有了光 而我们这边天和炎灾 从天字的构型的角度上讲 天字包含了一个词叫大 所以天这个字 里面一定包含大和公的意思 所以天是普遍的 天是无所不包的 天是客观的 天跟人是相对的 人是主观的 天是客观的 所以天和炎灾 这一句话告诉我们 作为一切万物根源的那个实体 它的非人格性 它的普遍性和它的客观性 这就是这一下子 我们中国文化的基础就出来了 但接着后面 最重要的后面两句话 四时行焉 四时行焉 它是变化的基础 注意中国人讲四时 不是从时间 抽象的时间意义上讲的 它是讲变化的阶段 所以天是变化的基础 百物生焉 而变化意味着什么 变化意味着生生不已 把四时行焉和百物生焉 一旦连起来 你知道天道的内容就是什么 就是生生不已 所有的民族都看到了变化 变化是显见的 这个世界只有一样东西 是确定无意的 就是变化是永远不变的 但是不同的文明 看待变化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佛教看到了变化 看到的是无常 儒家看到这个变化 看到的是生生 什么叫生生 日新之创造 天地是永不停息的 日新的创造 这样一个永不停息的 日新的创造 落到人身上 就是哪个字 就是这个字 人就是生理 人就是生机 连起来 这句话 就是《易传》当中说的 很著名的那句话 天行贱 君子已 自强不息 什么叫做贱 贱有的人说是动 动那叫震 这挂象都没弄明白 贱的意思是持久不变 而天之持久不变是什么 天之持久不变 就是生生不已 天道生生不已 所以我们人自强不息 就这个道理 到这儿清楚了 其实这个地方 其实已经我们可以看到 就在论语里面 这个哲学在这儿 而接着我们从生的角度上讲 我们马上你注意 既然天地是生生不已 天道是生生不已的 生有不同的阶段 有生 有长 有收 有什么 有藏 生长 收藏 对应的春夏秋冬 对应着人意理智 所有东西全部关联在一块 最根本就是生机的不同表现 秋天 秋天就没有生机了 秋天是生机表现的一个阶段 所以到这个地方你注意 天作为实体 它是有节次的 它是有节奏的 它是分了段子的 它是不是浑轮无分的无 它是有 所以这个体 是能够确立标准的 说明白了吗 所以什么叫做善 该生的时候生 该藏的时候藏 好吧 就一个人 是吧 人就怕 时间的错位 就该怒放 您怒放 但您不能永远在怒放 你永远在怒放 人家新的花朵怎么办 所以到一定年级 我们就该藏了 我已经在 我现在正在做好退休的准备 开始为未来退休 做全部的准备 建立各种不着调的趣味 以打发未来漫长的退休岁月 因为据说我们被打哲学系都很长寿 我希望能沾这个长寿系的光 所以这条道路叫什么 叫明体达用的道路 听懂了 前面老子那叫以用正体的道路 这是明体达用的道路 好了 那到这个地方呢 孔子跟老子的哲学 最根本的最核心的问题和思考的框架 我在这就给大家讲出来了 好像 明体院长是不是还有 是不是要有一个互动的环节 那如果没有互动的环节 当然我会非常高兴 我只要有点 如果你们确实有问题也可以问 如果你们确实有问题也可以问 我只要提问一下杨王再讲一会 还讲一会 我讲到哪了 那回到这个地方来 我们讲这个 我们讲这个人跟生生之间的关系 大家一定要注意 生 人这个字本身就有生的意思 就有生的意思 人这个字有几个意思特别重要 一个是绝的意思 一个是生的意思 这是特别关键 也是特别重要的 他做绝的意思 我们讲麻木不仁 在日常语言里面讲 作为生的意思 其实大家日常语言也用 比如说核桃仁 花生仁 对吧 为什么叫仁呢 是因为它是植物种子核心的那个部分 保存生机的那个部分 所以回到这个地方来 当然我们想说这个中国文化的两条进路 那最后一点点时间 我就做一个概括和总结 再次回到那个主题上来 就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并在后面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 我简单的说一下普遍性的问题 这些年呢 我一直在纠结于一件事 就是如何面对普遍价值的问题 如果按照现在很多人的描述 就会描述成所谓中国文化特殊论 好像中国文化就不是普遍的 对吧 我最近的体会呢 我已经不大用 比如中国文化特质 中国文化特性这种词了 我只讲中国文化的品格 我不讲中国文化的特殊性 因为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一件事 我们把普遍性的问题混淆了 我们至少混淆了三个层面的普遍 这也是我们要谈到的这个问题 三个层面的普遍 第一个层面的普遍 是实际上已经普遍的 这个从文明道路角度上讲 还没有一种文明道路 是实际上已经普遍的 无论是天主教基督教 还是伊斯兰教 还是佛教 还是道教 还是我们中国文化的 以儒道互补为核心的 为主干的这个中国文化 中国文明的道路 对吧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实际上已经普遍的 你其实谈不到 那接着 应该普遍 可以普遍 第二个层面是可以普遍的 这些文明文会发现 它的作为生活道路角度上讲 都是可以普遍的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 就是我们中国文化至少是一种可以普遍的文化 当然第三个层面是应该普遍的 我现在想证明的是 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是应该普遍的道路 这种真正此事性格的 不用彼岸来干扰的 没有任何彼岸的虚构的 这样的生活 一切只向此事之饱满 建立在真正的理性和人本基础之上的 对世界人生的思考 以此为根基所建立起来的价值秩序 道德生活 以及与之相关联的整个一条生活道路 这条生活道路在我看来是可以普遍 而且应该普遍的 未来这个世界我认为 最大的问题可能真的就是亨廷顿所讲的文明的冲突 愿意不愿意它都这样 文明的冲突这本书最早翻译到国内的时候 是引起了非常多的批评 很多人都从应然的角度来谈 但是人家亨廷顿只是在讲 未来可能会怎样 其实亨廷顿这个书写的很早 到现在出版 我看应该是已经是整整20年 06年前后就出版了 他的这个演讲应该 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是0203年 就是冷战刚刚结束 其实亨廷顿马上就意识到一点 这确实是 确实是个有远见的人 他马上意识到一点 意识形态作为战争的根源 作为斗争的根源 这事没有了 但是此后带来真正冲突的是什么 是文明的方式 所以几大一神教之间的斗争 恐怕很麻烦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崛起是希望 中国的文化是答案 因为我们没有人格神 所以那些有人格神信仰的 在我们的文明里面都可以得到安顿 但是你注意 你是不可能被他所包容和安顿的 为什么 因为你是无神论者 其实你比异教徒还可怕 听懂了吧 所以像我这样一个毫无愧坐的无神论者 所以很麻烦 所以我很多年都在讲 我们将来面对的一定是对 来自于彼岸 以彼岸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麻烦 各种各样的干扰会影响我们 去追求我们此世之饱满和绚烂 那么我们如何捍卫 我们追求此世饱满的生活道路呢 这是我们应该去努力和思考的 所以未来的冲突在我看来就是植物大战僵尸 对吧 我们在阳光之下过着此案的生活 所以是植物 以彼岸为借口的各种各样的都是什么 所以每次看到植物大战僵尸的时候 都不禁想起未来世界的场景 但有一点我们得知道 不管怎么样我们得知道 我们得知道我们某一天 我们要起来捍卫什么 我们得知道自己的文明的根基所在 我们得有自己的文化自信 好了 好 时间就刚刚好 我今天晚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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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